由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已经出现裂缝的地面 整个崩塌到河床上的过程 不到10秒钟 画面非常惊险 索性无人员伤亡 而27号在家忙着防台的族人 误读了整个事件发生 他表示 低机摇晃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就整个崩落 昨天就是台风天 差不多在下午一点多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风雨震大之后 我们人也在外面清理 做那个台风云准备 然后我们就感觉 好像这边的地层慢慢的下陷 慢慢的下陷 我们都全部都很注意 可是从刚开始下陷 差不多10分钟 10分钟里面 整个都垮下去 虽然表示 目前汤坊面积并未持续性的扩大 不过也担心 如果雨持续的下 索朗的地基 无法承载地上屋的重量 这又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崩落 连房子也跟着倒塌 目前安置在三名教会的族人 28号白天陪同水保局会刊 初步判定住家还是可以居住 只是崩塌的前院是否要修复 还要再讨论 不过美机台风才刚远离 关岛附近海域又有台风浮容行程 居民担心台风又会清台 家园进不起再次的强风豪雨 接下来有28查课桃园复兴采访报道